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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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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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购房贷款和汽车贷款 今年第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 加拿大消费者的房屋贷款增加了6.6% 汽车贷款增加了11.7% 消费者平均欠债总额增加了3.3% Equifax统计的加拿大消费者负债总额 在今年第三季度达20400亿加元 而加拿大统计局六月份公布的数字显示 加拿大家庭负债总额达到23000亿加元 平均每一块钱家庭收入就有1.77加元的债务负担 称得上是债台高筑 素利一男子在Shoppers被开枪打死 周日晚上7点41分 在152街和Fraser Highway交接处 29岁的李雅德·拉西德在Shoppers门口被枪杀 据Vancouver Sun报道 凶案发生时凶案地点人来人往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射击后迅速离开案发地点 凶杀案综合调查组的Flank章说 据现这辆车和素利上次枪击案中的可疑车辆是同一辆车 警察认为这起枪击案事件 与Lower Mainland有关毒品交易的帮派冲突有关 这个冲突在过去两年已经导致了好几起谋杀案 今年冬天很特别 多伦多温暖 温哥华寒冷多雨 今年冬天多伦多可能更温暖 而温哥华则是一个寒冷多雨的季节 这种感觉好像永远是第一次 根据天气网络的冬季预报 预计加拿大西部地区将出现极强的冷风 随之而来的是冬季风暴天气 而安大略省和海市省将有一个较温和的天气 整个冬季将是一个破纪录的温暖季节 据天气网络报道 BC省将在12月上半月保持温和状态 但是不会舒服太久 12月中旬冷风将会袭来 并将持续到整个1月和2月的大部分时间 再问您播报国际新闻 澳大利亚政客呼吁抵制中国商品 在中澳关系极具恶化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前参议员汉森呼吁抵制中国货 然而澳媒称 这种做法将给澳大利亚造成灾难性后果 澳大利亚新闻网12月1日 在题为《为什么澳大利亚抵制中国货注定会失败》的文章中称 在澳中关系陷入紧张之际 汉森关于抵制中国货的言论 赢得部分舆论的支持 但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 还会重创澳大利亚自身利益 俄国疫苗有效性95% 为何西方国家反应冷淡 俄罗斯政府11月下旬宣布 俄罗斯研制的COVID-19病毒肺炎疫苗的有效性达到95% 这个消息在俄国受到民众的热恋欢迎 而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淡 一些西方国家传染病专家们 质疑俄罗斯疫苗研制过程和审批过程的不公开和不透明问题 指出俄罗斯疫苗只在76人的极小范围内测试后 就急于注册并获得了疫苗许可证 完全没有经过西方国家常规性的三期 至少几万名志愿者参加临床人体试验的疫苗研制和试验过程 即便世界级医学期刊《柳叶刀》 刊登了俄罗斯疫苗试验的早期数据 来自12个国家的37位科研专家 仍然质疑性的写信要求公开更多的数据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通话孟晚舟表达慰问 12月1日失职华为CFO孟晚舟被捕两周年 华为加拿大公司在社交媒体对孟晚舟事件发生 华为仍然坚信孟女士是清白的 并相信加拿大的司法体系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鉴于此 华为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正义和自由 此前一天即11月30日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孟培武 同孟晚舟通电话表达亲切慰问 孟培武表示 你被加拿大方面错误羈押已有两年 我们对此十分挂念 我要强调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将继续敦促家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 纠正错误做法 尽快做出将你释放的正确决定 并确保你平安回到中国 最后为您播报一条体育新闻 汉密尔顿新冠检测呈阳性 中心网12月1日电 据F1世界锦标赛官方消息 梅塞德斯奔驰撤队车手 汉密尔顿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将会错过本周末的萨基尔大奖赛 据悉 汉密尔顿在上周进行了三次检测 每次结果都呈阴性 最后一次检测是周日下午 本周一 汉密尔顿早晨醒来后出现轻微症状 同时被告知一名接触者 检测结果呈阳性 在重新检测之后 汉密尔顿也确诊感染病毒 目前汉密尔顿已经被隔离 据悉车队将会尽快公布替补车手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血验传媒的网页 观众朋友 明天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